我不要用的资料全部都拿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查询 这个活页部查询 如果你没有 我还是要提醒你 它在哪里 它在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就是没有看到这个活页部查询 我先关掉好了 它其实是在这个 在资料 资料的显示窗戈 可以吗 这是很难联想 有时候 有时候它真的不会自动跳出来 好 可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出现了 所以我们快速点两下 如果没有出现这一个活页部查询 那你要进行这个资料的编辑 怎么做呢 就先到资料底下的显示窗戈 就是这个火页部查询 然后快速点两下 People1 我要特别提醒你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Power Query编辑器 资料列作为标题 这还是错误的 可是你这边大概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它会从1开始变2 3 4 如果有名称相同 如果有名称相同 例如说刚刚这边是空白 空白 好 接下来 等一下我是想要请你知道一下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跟这边是不是重复 所以它这边就会变成 这样听得懂 我只是想让你更加的了解它的自动编号 好了 那接下来这不是我的标题列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第一列的记录 当做是我的标题 所以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这个还不是我的标题 所以我要再取一列 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男女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说 它从1开始变 对不对 1 2 所以这就变成3了 这样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你会说男跟女是不一样的 可是 它不是跟后面男跟女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边 我这边是要刻意留下来的 因为这是几岁 0岁 就是以人口学来去说的话 新生儿就是未满一岁之前 好 这是他定义的零岁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的 我的这个名称要换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你 其实我刚才只是连续做了三次的 以第一列作为标题 知道吗 好 接下 好吧 那我就请你们先坐到这边 首先你要会打开 会打开这个PowerClear编辑器 对不对 这是你要会的 第二 你还要选择适当的这个 这个栏位 栏位名称 好 请你们现在 你身边 对 但是 对 你身边 有免场 第二